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Nikki丹妮菲 昨天没有拍片因为发烧了 但今天呢是已经退烧了 则是声音比较沙哑 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前两期的影片 就提到了强势上涨和疯狂涨 那比特币真的上涨非常的强势 今天已经是突破了四万四 那接下来的比特币是不是很快就要到四万八了呢 那我们接下来呢会去分析这个比特币的周图 还有比特币的天图和四小时图 到底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操作机会给大家 我们来看比特币周图上涨依然非常的强势 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大回调 那在早期的这个影片呢还有直播 我就有提到了这一个阻力区域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他在这个位置盘了两百多天 那突破了之后呢将会开启这个上涨行情 这个是我之前影片所提到的 所以在这一个位置呢我之前就有接了这个多 那这张多单呢依然还有继续拿着 这张多单只是进行了一次的加仓 那后期呢我是等他有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回调呢 再加仓了可是都没有出现一直的往上去涨 所以就唯有报警这张多单了 那我的现货呢基本上都会继续的报警警 而不会就是卖掉我的现货 因为我看向的这个目标价位呢将会看向就是之前前高的这个主力区域 就是六万五的这一个位置 那合远你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0.618的位置了 那之前就是下跌之后回踩了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继续的往下去跌 所以这个主力区域是密切需要去留意的 接下来比特币上涨到了这个位置 我会去留意它的价格行为 如果它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 出现了一个吞没 那我将会在这里开一张空单 如果它是强势突破往上去涨 没有任何的这个做空的价格行为 那我就会继续的报警我的这一张多单 然后再看它接下来会涨到什么位置 我们来看比特币的天图 突破了这个关键的主力区域之后 就不断的盘整向上 然后开启了这个疯狂的上涨的一个走势 之前有提到的就是这个上涨趋势线非常强势 就是都没有跌破这个趋势线 那后来就走出了这个上升三角形 突破了这个三角形的主力后 就开启了这个疯狂涨的一个行情 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它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吸盘 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暴跌 那这个暴跌呢将会是一个大回调 大回调之后呢再继续的往上去涨 好我们来复盘2018年到2019年的这个走势 主要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到底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大回调 好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一个位置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支撑 后来跌破了支撑之后呢就在下方这个位置去盘了 所以大家要去注意的就是这个位置能不能突破 那盘了这个时间呢其实也是非常久的 我们来看一下盘了将近有174天 那我之前有提到我们的盘整趋势盘了200多天 所以盘了这么久 当它突破回到去上方的时候 开启一个新的一个上涨的趋势呢 就就是非常的强势了 好我们继续看它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后来呢它就已经是突破了回到去上方了对吧 那突破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会等它一个回踩 那去找机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回踩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回踩了 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走势呢还蛮相似的 就是当它突破了之后呢很多人等回踩 但它并没有回踩 它就强势的往上去涨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上涨也是非常的强势 我们来看这个上涨之后 它还是持续的上涨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回调 那这个回调其实幅度呢是非常大的 从阻力到它上涨到顶端的位置呢是有一个36% 那它回调的这个幅度是非常快的 这一根是有一个20%的 所以待会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走势 那我们回到目前比特币的这个盘面 我们来测量一下就是 从它突破这个阻力区域上涨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有高达40%了 那我们再来看回调20%呢会回调到什么位置 那20%将会回调到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 就是当它洗盘大回调的时候 你应该要以怎么样的一个策略去应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做多的一个机会 当它洗盘了之后 只要是在支撑的位置 你就可以去找一个上涨的机会了 好我们来看比特币的4小时图 这个上涨真的非常的强势哦 之前上涨之后呢都还有在这个位置去盘整 那走出了这个上升三角形 还有就是沿着这个上涨趋势线去上涨 那后来突破了回踩了 就开启了这个疯狂涨的一个行情啊 那接下来我会去做一个参考呢就是 这个上涨趋势线是不能去跌破的 就是说只要它是有Rent的回调 没有跌破这个上涨趋势线呢 将会沿着这个趋势线呢 不断的往上去涨 那我个人的看法还是有回调呢 会比较健康的 如果它一直的往上去拉呢 其实有很多人呢就是会去追涨 那追涨的呢就要很谨慎了 因为你追涨有可能你会不小心追到顶部 那其实在一小时级别哦 这个位置呢都有出现一些形态 可以让你去进行这个交易的 我们现在去看一小时 好我们来看比特币的一小时图 我在上一期影片就有提到了 我们可以等它走出一些形态 然后去找一些进场的机会 那一小时图其实在这一个位置呢 是有不错的操作机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放大这一张图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操作机会呢 你可以去画这个阻力 那还有就是下方的这个支撑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在这个位置没有创出形态 那你也可以在这个位置呢 画上一个趋势线 那这一个支撑是没有碰到的 所以呢我就不做参考 那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它在这里触碰了一次两次对吧 如果它有来第三次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留意 有没有做多的一个机会 那它就会走一个上升三角形 然后给大家去看这个位置 走这样的一个上升三角形 那没有想到它就是一次触碰 两次触碰呢 它就突破 然后就继续的往上去涨了 也没有再一次的触碰 然后突破呢 再继续的往上去涨 所以在这一个位置 你要参考一个W形态 或是你要参考一个上升三角形的都可以的 然后在我的会员区里面 除了这个给他们作为参考以外呢 我还画上了这个通道 作为一个参考 那没有想到呢 这个通道也是轻易的就突破了 然后就往上去冲了 那我个人其实正在等的就是这个支撑 就是它再一次的挑战这个支撑了 那我就在这个位置去解脱 可是它并没有碰到 然后就突破了 这个前高的阻力呢 就往上去冲了 好让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接下来有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机会 那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呢 就是等它有出现了一些形态再去进行操作的 或者你可以给它一些时间在这个位置去盘整 那目前为参考的这个阻力线呢 是在44195这个位置 就是在这里 目前的比特币你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这个支撑啊 就是走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支撑在这个位置 那它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突破失败 但你可以看到它的回调呢真的不多 所以代表了这个上涨依然还是非常的强势 所以千万不要去摸顶 这是很危险的 那接下来你需要去注意的就是 如果它是跌破了这个支撑了 然后也没有就是创出更高的新高 那我们就等回调 再去接这个多 那回调呢你可以去注意的就是 之前我提到的这个阻力 这个位置 那现在你可以参考呢 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支撑 那我们就看到了 这一个位置 有没有出现一个做多的一个价格行为 然后去接这个多 所以现在我们要给市场更多的时间呢 再去盘整了 盘了之后走出了一些形态 那我们再进行下一个交易计划 好我们下去看以太 记得帮我的影片点赞 感恩你们的点赞 如果你有没有注册户口 可以使用我的链接注册 新用户 KYC充值100美金呢 就送你30美金的这个现金了 可以作为交易 那还有幸运抽奖和Hi-Fi白币的活动呢 等你们来赢取这个奖金奖励 那如果你是新加坡或是香港的用户呢 你可以使用这个Zoom Max 或是这个派网去进行你的合约的交易 后来打开的是Niki带你飞的会员群 在昨天的4点钟我就有画了这个以太币 那主要呢就是有看到了一个 可以尝试接躲的一个机会 就是在这一个下行通道 然后再配合一个Fibonacci的0.618 和之前的一个支撑 那其实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做多机会 但是呢他的走势是比较弱 所以就尝试开了一个小厂的多胆 好回到这个盘面 那我提到了这个通道可以去接躲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打开Fibonacci 从这个底部拉到底部 就是这个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0.618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而且他在这个位置呢 一直都没有跌破 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你看之前呢也是在这里获得了支撑 然后继续往上去涨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很好去接躲的 但是走势是比较弱 他没有创出更高的这个新高 还创出了这个新低 所以在这个位置要去接呢 我是建议小仓的多胆就好了 这个盈亏比真的很不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 止损呢就设置在之前前地插针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看向的目标价位呢 是在这个主力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里要去注意的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去拿分批指引 那这个盈亏比是有一比四点二亿哦 这是非常不错的 那如果突破之后有加强 或是持续的报警这一张多胆哦 那其实这个盈利到这个主力线呢 是有一个一比十点六七 哦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盈利 所以在每一次上涨之后 其实要做到的就是每一次回调 有没有一个在支撑很好的一个做多机会 就很像这个以太 那我在今天发分析图的时候 就有提到了这个上涨是直接突破下行通道了 其实这个牛期呢 也已经到了一个目标价位 好回到盘面 那接下来有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机会呢 好我们现在打开这个位置来看了 我们现在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这个0.618 从底部拉到底部 那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这个223 5的一个位置 目前的以太是一直没有跌破这个支撑区域 主要就是之前前高的这一个位置 你可以看在这里是受阻的一个位置 那后来突破之后呢 回踩然后再一次挑战这一个主力线 不破然后再一次的再挑战这个支撑区域 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性 接下来的这个以太奖会在这一个位置进行盘整 所以如果说你要以短线进行操作呢 你可以去留意这个支撑有没有多的一个机会 然后上方的阻力呢有没有空的机会 因为以太币其实会比较长 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盘整 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以太是可以突破这个阻力线 那将会形成一个W形态 那接下来突破呢将会继续的往上去涨 好那影片分析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要得到即时的分析 可以进入我的这个Discord的会员群里面 这里呢将会有即时的这个分析 当然我们也有这个免费进群的 你只要符合这个交易量呢就可以免费进群了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的不是投资建议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 niki带你飞 am